大家好我是橘子 今天聊一聊 丝瓜怎么做既好看又好吃 下面看看是怎么做的吧 首先我们把丝瓜洗净之后 削去外皮 再切去两头 然后切成均匀的小段 然后切口处朝上 均匀的摆在盘子中 像这样就可以了 放在一旁备用 一把大蒜 剥皮洗净之后用我的铁砂掌 配成蒜末 放在碗中 依据个人的口味加入适量的盐 一勺蚝油 一勺酥油 搅拌均匀 分成若干等份 放在丝瓜上面 像这样就可以了 接下来我们再准备 几根小米辣 洗净之后用剪刀剪成米椒圈 一个丝瓜上面放一个米椒圈 这样就可以调味 又能够增加美感 全部做好之后 放进蒸锅中 盖上盖子 大火蒸8分钟左右 关火后不需要焖 直接打开盖子 把它取出来 如果家里有香油的话 再淋入一些香油 美味既成 丝瓜这样做 口感上有浓浓的蒜香味 同时还有一点辣味 清蒸的丝瓜 好吃不油腻 保留了丝瓜本身原有的营养成分 一点也不流失 这样做既好吃又好看 用来招待客人也备有面子 可以用来下饭也可以用来下酒 真的都超受欢迎 做法也是非常的简单 一看就会 如果你喜欢也试试做吧 我是橘子姐 喜欢我的视频就关注我吧